哈囉大家好我是飛鷹 那在從6月21號開始 我們的免事物學資源選田就已經開始進行了 那雖然錄這邊影片時間已經有點晚 但如果你是還沒有資源選田 並且你是基北區的家長 我覺得這一個是你一定要看的OK 那很多人現在可能會去查 免事物學弱點分析之類的東西 但基北區真的是太多先生 那到底哪一個整理的比較好 這次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塊 但在跟大家分享整理資訊最良好的網站 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這個前提 如果你是有看台南區的應該看過這個東西 但如果你沒有看的 這個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用會考做弱點分析的前提是 你全部其他的分數都拿滿了 你用會考程序去做弱點才是比較準確的 那總積分在台北區 也就是基北區的部分有這幾項 首先第一個會比例就是總積分嘛 那總積分裡面包含了多元學習分數36分 會考總積分36分 基準序積分也是36分 總積分108分 OK所以你是先拿滿了其他的一粒扣扣 要想你才會比會考總積分 好嗎 所以會考積分只是一部分 重點是你多元學習分數要拿滿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今年基北區分數 在弱點方面整理最詳細的網站和他的資料 這邊就帶大家看一下 好那今年我推薦一樣是我們林群數學部分 因為比起征戰相信很多應該會看到都征戰的 他在整理高則的部分林群數學是整理得更詳細 而且他整理到比較多的社區高中和私立高中 大家可以看到他連下半段的這些10分左右 不足的都整理到了 那今年我們也講一下 今年在上半部分數事實上是比去年還要高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他們有等理出112年落點和今年大概落點 因為今年很多考題說實話是比較簡單一些 所以在上半部分數是比較高一些 但是到了25分以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部分內湖下面分數開始持平 甚至有些會比去年還要好上 這就是因為少子化的影響 還是會影響到這部分 所以這邊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大概在25分以下開始 通常分數反而會比去年還好上 也就是一些社區高中 這些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去考慮的 那如果你在選擇資源的情況下 個人會建議你在1、2資源可能可以選理想點 那3次資源建議你選比較配合你分數的 可能你考28分 那你又可以考一個27.8左右 27.8到26.6 這算是比較跟你符合的 那底下可以放一個離你家最近的 比較爛一點的保險資源 那如果你小511點 可以第一支源可能填比你高1分到2分 那第二支源可能填比你高大概1分以內的 可能28分我們就填28.6分就差不多了 那第三支源開就是往下填 然後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不管你是選哪個選擇都沒有什麼對或錯 因為哪怕你在私利 可能也可以透過獎學金來發光發熱 靠學校的錢來讀書 甚至可能還可以發一筆小財 但相對起來就要有一定的定力和動力去讀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一直向下沈淪 但也只是想跟大家講 你到時候選擇的時候還是要考慮到各個因素 不管是在升學還是在交通 還是在他的就學風氣 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去考慮的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審慎思考後 做出一個不會讓自己後悔選擇囉 但我個人還是覺得交通非常重要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